环宇大事件 外电焦点带您来聚焦到 尾巴爆发了17年来最大的军事冲突 以色列6号遭到了34枚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攻击 以军判断这幕后的元凶应该是激进组织哈马兹 最后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联合国敦促各方尽量保持克制 避免紧张情势进一步升高 以色列北部的村庄空袭警报大作 根据以军的消息 黎巴嫩境内至少发射34枚火箭 集中25枚遭到铁穹飞弹防御系统拦截 至少6枚火箭集中了以色列领土 爆炸之后的碎片集中地面的车辆 驾驶受伤送医 这是2006年以离爆发战争之后 来自黎巴嫩最大规模攻击 以色列军方把矛头指向激进组织哈马斯 随即对加萨走廊展开空袭暴覆 火光照亮了夜空 店家只好关门歇夜 目前正是末四年的灾结月期间 同时也是犹太人与月节的前夕 但以巴战火一触即发 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 耶路撒冷艾克萨金城市5号爆发冲突 紧张情势就直线飙升 美国跟联合国都同声谴责越境攻击 但联合国也要求各方保持克制 希望政府不要持续扩大成员的变力